今年的图书馆节是第二年举行的 我们的主题是《阅读四重奏》 我们会继续由文本延伸到多媒体 跨界艺术生活体验和工作坊这四类辩奏的节目 今届的图书馆节会在香港中央图书馆 和全港十八居的图书馆和图书馆的网页去举办这些活动 我们希望读者可以游走在阅读、多媒体的创作、创新科技、文学艺术和表演艺术之间 欣赏由文本变秀而来的各种表演和活动 今届的图书馆节我们特别与更生视野合作 邀请到本地的艺术家洪强为我们策划了《诗字进入》这个节目 以另一个角度去阅读文本 引影大家进入无穷的想象空间 如果要为大家推介其中一个活动的话 我会选择《光影飘扬》里面的《畅游十八区》活动 里面有故事分享和多媒体游戏 透过《我的香港故事》这个十八区的儿童故事绘本 大家可以认识每一区的特色景点 以及回忆儿时上学的情景 我们《香港书刊版权授权协会》和《可民署》 在今年开展为期三年的推广本地阅读和文化先导计划 其实我们这个先导计划 希望我们可以联络到科文署的智慧图书馆系统 这个计划里面 其实我们会推荐全新的本地书目资料 其实我们目标 希望有超过十万个本地书籍的资料 除了一般来说 书目会有简介和目录的资料以外 我们还会加入很多作者的简介和宣传短片 我们希望这个平台可以连接到 《图书馆的智慧图书馆系统》之外 吸引多些读者上来这个平台阅读 另外我们也希望推广到本地的阅读文化 和年轻的作家 《图书馆节》有两个共四节的网上读书会 由两位本地作者主持 《版权协会》也帮忙邀请了 好受小朋友欢迎的 《斗嘴一班》系列作者 卓盈主持其中两节网上读书会 和小读者分享阅读和写作乐趣 读者稍后也可以透过网上的平台 互相交流和互动 对作者和广大读者而形 可以建立更深口的关系 大家记住在《图书馆节》的期间 来参加网上读书会